何谓从心而改呢 故有千段 唯心所造 无心不动 故安从生 这是大道理 这个是究竟的道理 人的过时太多了 说之不尽 过时不必说是你造作 齐心动念 过时就已经形成了 诗文文 我们一天当中从早到晚 齐了多少个妄念 多少个自私自利的念头 多少个损人利己的念头 这些故患 都是唯心所造 你心里的齐心动念 所以 佛法的修行 修行的枢纽 就是禅定 诸位千万不要错灰意思 佛法里面修禅定 只有禅宗 那你就搞错了 只要是佛法 无论是大臣小臣 弦教密教 宗门教下 许许多多的宗派 无量无边的法门 这佛家常讲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总而言之呢 都是修禅定 所以禅定是佛家修行 不论哪个法门 共同的原则 只是修禅定的方法不相同 比如说 这个密宗里头 用持咒的方法修禅定 这个净土宗呢 是一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修禅定 这持咒的方法 也有用观想的方法 也有用观想的方法 在教乡呢 有读诵经典的方法 有用持戒的方法 方法多了 那有一个方法 不是修禅定 如果不是修禅定 那就不是佛法 这个事实 我们总得要搞清楚 搞明白 那么如果真的得定 什么叫定呢 心 在一切境界里面 圣经逆经 善缘 这个善缘 卧缘呢 是佛教的名词 是对人事环境来说的 善缘 就是跟很多善人在一起 卧缘呢 是与很多作物的人在一起 人事环境 无论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只要自己 不起心 不动念 那就叫禅定 无心不动啊 果安从生 那你来的过失呢 奇心动念 就是过失啊 只要我们在一切境界里头 对人 对事 对无 说炼 炼不动心 炼着 不起心动念 那么在所有 这个方法里面呢 实实在在讲啊 念佛的方法了 最好 最方便 最容易 为什么呢 这个念头才动 立刻 阿弥陀佛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呢 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 念佛用意在此地 如果一面念佛 一面打妄想 那你就全错了了 念佛 无非是用这句佛号 把妄念打掉 也就是说 用一个念头 取代一切妄念 念头 念头 不会不起的 如果你要是念头不起 那你就是圣人了 你不是凡人了 凡人 面对外面境界 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呢 所以古大德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着吃 你要觉悟的快 觉悟的快 就是要把这个念头制止 那这一切 进途宗的方法 就是用一句佛号 把它换过来 念头才起来 不要管这个念头 是善是悟 立刻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取而代之 让心里面 只有这一念 不容许第二念 这叫念佛 这叫功夫阿 久而久之 念头自然不起了 那你就功夫得利了 如果念头还会起的时候 你的功夫不得利了 像天天念书 很用功念书 考试都不及格 你拿不到成绩 所以学佛人 修行人 修行就是 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 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我们今天采取 持明念佛 这一个办法 用这个办法 在一切实 一切处里面 保持着我们的清净心 那么换一句话是 保持我们不做卧业 的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